如果银行倒闭了 那重款能不能要回来 最近啊 美国连续两家银行倒闭 给很多朋友整慌了 大家都说 欧卡里那300块钱要不要取出来 再先等挺急的 那先说结论 不用慌 因为银行的重款 不是他说不还就不还 各国都有一个重款保险条例 就是为了防止银行破产 像美国 保险金额是25万美元 我国则是50万人民币 只要你的重款在这个数额之下 保险公司会赔给你 但如果你是个副哥 重款超过了这个数 从原则上来说 就得等银行资产期算之后 再按比例赔给你 那为啥说是原则上 像这次破产的硅谷银行和签字银行 美联储就发表了声明 为两家银行兜底 出户可以全额取回重款 那很多人都不理解 说为啥要兜底 其实很简单 如果不兜底 你还敢把钱存银行吗 银行业的信任一旦崩塌 产生了连锁反应 那事就真大了 而且大洋彼岸的玩法 跟我们确实不太一样 目前我国大型银行的 重款准备金率是9.5% 也就是说 四大行吸收100万重款 要拿出9.5万给央行监管 剩下这些呢 你才能拿去做贷款投资等等 而美国的重款准备金率 是0到0.25% 你没听错 基本就等于没有 之前很多人还说 你看人家这金融秩序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但这带来的结果 就是银行没有看风险性 说破产就破产 所以咱们饭照吃日子照过 不要为了点流量 瞎制造焦虑